看,现在我们请我们的黄敬祥老师来教我们的天网布局 那我们以这类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黄敬祥老师 OK,嗨,大家好,我是叫Edmond 那么,在我开始之前的时候呢 要先测试一下这个电脑技术在你们那边是否听得清楚 那么如果你有听得到我的声音 还有看得到我的这个电脑画面的话呢 请在comment里面,在comment里面给一个一号一下 好,那在这个comment里面,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 请记住,这个comment下面有一个chat,CHAT按进去 就可以直接发问问题了 好,在我们开始接下去之前的时候呢 假设今天你有任何的疑问在我做分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 请随时可以发问问题 好,记住哦,请随时可以发问问题 我将会在合适和适当的时候呢 把你们的这个question bring out出来 然后向大家解释的 好,那各位,那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可以不可以继续下去 可以不可以为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个的重点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请给我一个二号一下好不好 给我一个二号 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如何快速又容易成交 这一个leap magnet,制作这个leap magnet出来的方法 那么呢,在这里呢,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的case study给大家 那么呢,在这个case study里面,假设如果你想要在我这个解释的过程中的时候 想要把你们的这个industry都让我来做一个解释的话呢 请在comment里面写下你们的那个industry 比如,你是faction的话,写下faction 如果你是那个房地产的话,请写下房地产 好,我们继续下来 那在这个黄金方程式里面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在这个方程式里面呢 有分为before and after 好,before and after 那在这里,只要你只要把它搭配起来的话呢 它一定可以成交,成交和解决到那个客户 一定可以做得到成交高价高客户的方法 那现在这个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这,我以呢,房地产来做这个example 来,各位,我想问看一下 谁是房地产的industry的呢 在线上的学员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四号一下好不好 请给我一个四号 我要知道,你们有谁是来这房地产的行业的 这样的话,等一下,我可以做一些小小的 更多的example给大家 好,在这个房地产里面呢 我现在做example是 在打工族和工钱不高的人 我们要这样子成交他们 引到他们来到我们面前 记住啊,各位 在你们购买这个,做这个房地产agent 你们的广告出去的话呢 请记住,不是一个文案出去 就可以直接成交所有要买房地产的人 你首先必须要把它分门别类起来 记住啊,我重复这句话 分门别类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文案写出去 引来的人就是正确的人 那么现在我的example呢,是什么 是给打工的,或者是工钱不高的 但是我们要反而,我们要卖这个物资给他们 所以呢,首先,我们必须写出来 before,他们担心文件资料不足 还有申请不到这个贷款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他们最担心的地方 好,第二呢,就是他们after 我害怕没钱工屋 然后也没有钱装修物资 然后也没有钱买家居 所以各位,你们注意看一下 当你要找到这样子的人来到面前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分为这两个before and after 只要把这个黄金放成是before and after 系出来了,过后的时候呢 等下我们把它放进文案里面 这样读的人,来的人90% 都是这一种族群,打工族 或者是工钱不高的人 好,在我继续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请各位一下,请问各位 如果你听得懂刚才我讲的呢 你明白我讲的话呢 请给我个5号一下 我要确定一下 before我continue下去 大家so far在这里还get的到我讲的吗 如果ok的话,给我个5号 给我个5号一下 诶,大致上都ok哦 假设你抓到我的东西 你明白了 但是你又有点想要更加了解更多 或者是有点blurver一点感觉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4.5一下好不好 4.5,让我知道你so far 还抓到我讲的东西的程度 这样的话,等下我的example哦 就会为大家解释更加多好不好 哇,现在看得到大部分都是5哦 都ok哈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它的重点在这里 好,只要我们把它 我们只要设计一样东西出来 loan calculator 只要有这个loan calculator 我们只要放到网页里面 我们就可以随时解决 解决人家什么问题 解决他能否马上贷款到的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呢,只要他填写表格下去呢 这个loan calculator就可以开始抓到他 但是你要做到这种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用Microsoft Excel 就可以做得到 未必一定要教人家写这个program 我重复啊,各位啊 因为在做agent 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赚很多的钱 可是我们专注在引流 但是在做引流过程中 我们不要花太多的钱去做invest 但是我们只需要用现有的工具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再接下来呢 第二个就是 看到它的backend什么东西 把装修和家居费加入到贷款里面 三年免工期 好,只要你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好,那大致上我分享到这边 重点 一般人 你做对的东西 要拍完 你做对的东西在哪里 你先讲一般人做错的东西在哪里 你回到第一个slip 一开始 每一个东西 全部线下老师 或者是那种 那种consultant 那种technical的人 他们做错的东西 因为在线上最难在哪里 是,那我来向大家解释一下 在线上跟线下教学的老师呢 其实有分为 这是两种世界来的 如果以线下的老师来讲的话呢 通常我们都会用眼神 通常我们都会用body language 通常我们都会用语气 然后的时候呢 我们来提高声量 然后的时候呢 我们会让整场的画面 感受到一种的 可能有压力 可能有一种的 情怀的情况 或者音乐在那里面 可是在线上 是做不到这点的 要做到这点的话呢 要需要很大的团队在后面 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是用网络上来做这个分享的话呢 它最重要一点东西是什么 它要够deep 它的教学要够深 深什么意思 你不,我打个比喻这样子 你不能够做 比如讲 今天我现在啊 90分钟里面 我教你写文案 然后的时候 写到一半的时候 我再教你 怎样子做引流 然后再过去教你怎样子做成交 其实这是 等于是三样东西来的 明白吗 这是三样东西来的 好 那么如果说在deep的方式来讲的话呢 就好像我讲leap magnet就好了 这个leap magnet呢 它需要用很多的example 那个example呢 就是你要成交的这个对象来做example 就好像今天我的课程 我需要成交什么人 房地产 明白啊 我需要成交美容的人 我需要成交这个 这个做服务的人 我需要成交什么样的人 这些人就是我拿他来做exampl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讲的这个leap magnet呢 是拿他们的东西 来一直来做example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罢了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听的人哦 他会被你而吸引 他会因为这样的方式呢 他一直在听下去 听下去 哎 几时听 等到我的example出来 几时等到我的industry出来 几时等到我的刚才的 有没有更快更加容易的方法 所以听众的角色是什么 听众的角色就是 我要来看到你讲的东西 跟我有关系 并不是你讲了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跟我的行业没有关系 然后我给钱去买单 他们不会这样子的 他们会给钱买单是因为 你讲到了他们遇到的问题 还有你提供的方法给他们 他们会越听就越深 所以重点在哪里 越听 越深 然后越仔细 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越听越深越仔细呢 第一 story 第二 case study 第三 example 明白了没有 所以把这三样东西呢 放在你的一个小小的分享里面 That's it 就好了 我可以扶持吗 OK I like it OK好 其实大家的生活 我很难课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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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喝酒 As usual OK So 很简单 它的意思说 做深 物要做宽 对 然后呢 Example 我讲一个重点 我现在给你一个例子 我现在给你一个例子 你可以做到的 Nitmanet里面的另外一个关键 需要有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做Nitmanet 是 比如说 这个方法叫cheatsheet cheatsheet里面的例子 这样子做 最快做出cheatsheet的方法 是这样子做的 你明白吗 来 接下来 做错cheatsheet的例子 千万不要做的 这个东西 是 OK 好 现在第三个方法 最快的 直接拍一个 去上网找一些资讯 把它整合起来 做成一个video 这个video呢 是免费的 比如说 这个video本身 我给你一个例子 是这样子做的 然后呢 这个方法 是这样子去哪里找出来的 然后第三个 做错的地方在哪里 千万不要做错的 我今天要教学到此为止 但是呢 如果大家想要学 真正怎样子 做整个引流整套系统呢 我有一个故事 所以它一定要分成 三分之一讲故事 三分之一教学 三分之一做成交 你不能够直接进去 这是教重点 那个故事一开始 三分之一 要引人入胜 它的关键是在前面的故事 这个Edmond的派系 应该跟我不一样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故事 DJL就是专门讲故事先 可是一直套人家 听下去 然后第二 他还要教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里面呢 再分成三乘三 也就有九个半 不过呢 是同一个重点来的 对 对吗 对 对吗 三 再列成三 就是九个 其实是一样东西来的 然后后面跟你讲 这个只是我里面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 哇 里面的一个部分已经学到这么多东西了 后面就开始卖了 对 对 对吧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 尽量多练习 练习什么东西 要跟你的这个观众互动 就好像刚才的时候呢 我跟你们互动 我要你们按四号 我要你们按五号 按六号 那其实按号码 为什么要按号码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按 叫人家打字这些东西 其实很重要的 我就打个比喻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我讲 你们如果今天有学到东西的话呢 请告诉我你学到什么 你你你type给我 这个时候是人家打不下手的 人家也人家会排写 人家会人家会担心 说不知道想对讲错 所以呢 你要让他们用号码来代替 号码就按一下 我按一下 按一下 那么按号码的第一个是 我跟你互动 我的目的 第二个的目的就是说 我讲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赞同 其实它是trigger现场的环境 让现场的环境 说哇原来那么多人都学会的 我五号就是学会 五点五号就是 就是学一点一半罢了这样子 这样我老师才会讲的更加多 他其实是在制造现场的环境 来让更加多的人 身在其中感觉到说 我其实是有很多 同学一起学习的 其实是互动是关键来的 互动是关键来的 是 做错的东西 什么讲做错的东西 他们要做对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不担心大家 我们担心是那些 你知道很多人分享资讯 可是在线上是随时可以断线 可以不用看你的 对没有错 你要抓那个注意力是最难的 对是好那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抓这个注意力让人家可以听到后面去的话 还是有一个技巧 那个技巧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讲说叫做中苗 中苗的意思是讲说 今天这个时候我一开场进场 我就跟大家讲说 哎大家好我是 我今天将会教大家做到了一样东西 就是如何引到目标客户群来到我面前 其实这一个是我中苗 我中什么苗 因为这个结果是要在60分钟后 我其实才会教大家做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第一步已经跟大家讲 其实你可以做到这个东西的 这是第一步一定要讲的 第二步呢就是 我们每次在讲的小小的section的时候 可能5分钟到10分钟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提醒大家 各位你们要记住啊 今天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掌握这一个 刚才我讲的东西的话呢 等下后面那一个你成交不了 成交大客户 我100%告诉你你做不到的 因为你掌握不到这个东西 他的想法就是说 哇我要很紧张 我一定要学这个东西了 要不然我后面做不到 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一直记住你听你的东西 然后的时候你一定要一直要remind他们讲说 没有你这个东西 后面你做不到 没有你这个东西 你后面做不到 就好像讲说 我就拿Niko的这个的花茶来做一个example就好了 假设今天你没有学会我这个方法的话呢 你这个花茶拿出去外面也好 你也是成交不了大客户 你做不了大生意的 因为你掌握不到这个核心关键 这个核心关键就是我现在要教你们的 说话听得明白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5号一下 如果你听得懂我讲这句话的话 请给我个5号 那我就可以开始教大家这个重点 明白了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强调这些东西 蛮多次的 所以他这是重苗 这是大家一定要做的 因为很多网络在网络上的人 他们不会讲这个东西 他们一直 disturbed... 讲到完 只有你听得懂 只有你讲得明白他听得糊涂 说话话OK吗 OK的話就给 我再补充一点东西 过得不 capsule wood 就位顾客 他讲说现在呢 我们要sponsor 他们是一个dating service 我们要讲到一些单身的宰男 怎样子找到女朋友 然后我们要sponsor 这两个呢 他们平时价钱是七千块美金 他们要sponsor 他们要sponsor 他们要sponsor十二位罢了 但是呢 before他们sponsor这十二位 他们要先来一个六个小时的线上课程 他讲说 他会开始在每一个阶段呢 开始抽奖 他一开始他抽两个了 他马上一开始抽两个了 可以 中两次 对 然后讲说 接下来呢 他交第二个部分 交完之后 他有一个小小的break 他讲break回来之后 我们再抽多两个 又再抽多两个了 然后呢 他在交里面一个重点 没有这个重点呢 就是全部人做错的地方 对 so before我们讲 这个做错的地方在哪里之前呢 ok 他 他又再交多一个部分 是 他一开始跟你讲说 我最重要是跟你讲 做错最重要的部分 是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对 你没有这个东西是完成不到的 对 他把它铺在最后了 对 对吗 对 然后中间的时候他说第三层 他要再抽奖 是 没有错 他开始卖了 他开始卖了 他开始卖客车了 对 他开始卖了 他没有等最后才卖了 对 他开始把那价钱 现在七千 ok好 我们现在如果 你拿的话呢 他是多少钱 他开始卖了 对 但是他讲说 如果你抽到的话呢 等一下这是免费 但是如果你现在拿的话呢 只需要半价 对 然后开始再交第四个部分 对 然后再抽奖 现在还有人想要抽吗 对不对 还没有抽完呢 然后他讲说 最后一个环节来了 现在我们还剩下 可能还有六位还没抽奖 然后呢 现在价钱已经不是半价了 已经是去到25% 如果你们现在拿的话 可能从七千变三千五 三千五变成可能就是一个 千千 两千块 然后讲我现在送这个东西出去 然后最后呢 我才公布 得奖几十岁 是 对 对吗 这个方便是 对 对了 孙老师刚才的示范全部都是对了的 所以 中苗是在 不要给我你拿 我是看别人怎么做 对了的 中苗是 网络 网络教学里面的这个的重点 他才能够继续的听下去 因为 我们老师在讲直播的时候呢 其实大致上呢都是有六十分钟到九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 各位老师在这一点呢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如果你把你的直播 能够让一个学生 让他看着那个手机或者听着你的声音 九十分钟啊 这个学生的被成交的机会是高高高很多的 我重复啊是非常高的 那因为他已经是认同了你 他才会把他的九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黄金的生命的时间 来放在你的这个身上 所以你需要记住一点东西就是 要让一位观众啊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啊 他又拿着手机听你九十分钟的 关键就是第一 我刚才讲的要做深不是做宽 那两三个重点就够了 然后第二把你的example case study 跟story放在你讲话里面 就是你的重点里面 就是你的重点加上这三个东西 第三是什么东西 就是重了 一开始就要把你要做到的结果放在前面 中途的时候 然后一直在强调说 没有这个东西 你是做不到后面这个结果 再来没有第二个东西 也做不到这个结果 再来没有这第三个东西 你也是做不到这个结果 所以呢人就会 连续听你的六十到九十分钟了 好不好 我有那个整个案例 我这个案例呢是我参加 美国的最大的最贵的一个mastermind 我可以把这个案例里面的post里面的detail 是英文版的 你要不要我把它copy and paste send一份给大家看 不过是很长的 是英文来的 你的embo要够好啊 因为它是很长 但是它是个很detail的case study 怎样是activate就顾客 然后要跟你讲step by step 我们怎样只做一个六个小时的 五到六个小时的一个webinar 然后怎样是close 他们close不是很多钱的 注意听啊 close了140多圈美金 on那些已经 听你的offer最少五次了的旧客人 activate旧客人 已经听过你的offer最少五次了的 还是从那边这个名单 达到140多圈美金 is that good? 对 我本来是打算在quadamaskman教的 这个策略 OK Anyway 我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 我最担心的就是 老师 老师 老师的presentation 老师的presentation 对 我自己也很担心我自己 因为我是线校老师 我不是线上老师的 可是我需要跟amaskman老师学 我需要设计过我的offer策略 然后我觉得 还有这样东西我要看呢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 他们的PPT 必须是 简单 眼睛 讲重点的 如果那PPT是密密麻麻的 完蛋那PPT 死定 用错了那PPT 对 没有错 因为他的荧幕怎么这样小不好 你怎么看那么多PPT 所以说我们要检查过每个老师的PPT 是 I mean Miki 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做好 有没有吗 Miki有在吗 Miki Hello Miki Miki Miki有在 好 So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这一点 就是他们的PPT 我们最好给他一些PPT的template 但是你知道我们老师都不会share 我们自己本身的template 因为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去做一个template 对吗 你的template 我的template都是很刺时间 但是我们真的给我们看 你的template 必须越 简单 越好 越直接 越简单 Direct to the point 你们记得有一个PPT吗 我当年教 怎样子做 系统化蓝图 记得那个video吗 做生意的迷思 我每次拿来卖VSP 我放那三四个video 那video是很简单 没有的 做的key point 里面有很多是故事 其实 so I think 我们share跟老师讲的是 key point加故事 是 记得我们在教MMC的时候 marketing 整个MMC的时候 就是那个copy writing的时候 我知道Nicole没有上过 有两个东西不能argue跟你 记得吗 有两个东西是人不能跟你argue的 记得吗 故事 对 第一个是故事 人不能跟故事argue的 第二个呢 还记得吗 图片 图片是不能argue的 记得吗 所以你尽量用图片跟故事来带 对 他就一直越听越 对 好像看戏这样子 一直看下去 是 所以你的案例呢 字越少越好 对 是 老板 你的offer的时候 你最后的offer 你的offer的powerpoint做错就完了 嗯 你整个关键在后面offer的powerpoint 你的offer powerpoint做得不好 不能 对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帮这些老师做offer 因为 坦白讲 我们只能找几个老师明白的一起合作吧 是 and Mickey 为什么我们选Mickey呢 因为Mickey 第一个他本身就是高手 第二个呢 Mickey已经经历过这次PK赛了 所以Mickey可以补充一下 你这次的经验里面 你觉得 你之前没有学过的 你做错的东西 跟你这次绝对东西在哪里 可以吗 我们希望可以传达给一些老师 有几个老师我们不担心的 比如说 Jonathan Lim DJL我们不担心 麦先生 净想 我不担心 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卖线上课程的 我们很怕 然后就是啰哩啰嗦 我很怕我自己不 坦白跟你讲 因为我是做线下的 你可以讲一下吗 你这次经验 我们补充一下 我觉得互动是最重要吧 就比如说好像 就是我们 像刚才Edmond老师讲的 就是你讲到一些重点的时候 你就要跟人家有互动 来打一个E上来 打一个E上来 所以常常我在我的直播 现在我开始就会用讲说 如果你technical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很clear 如果clear的话 来一个给我555 就是high five的意思 所以就555 然后如果就是你觉得 等一下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 一些带来共同的语言 不然这老师没有idea 佩玲可以帮我记录吗 555 55就是hahaha 就是high five high five high five OK 再来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号码 然后每一个人的人设 你都可以设定自己的number 好像我自己是333 所以我一进来 人家就开始333飘起来这样 因为我很喜欢3 3就是ok 对我来讲 3就是ok 所以大家看到我进来 他就会自动的333飘起来这样子 也就是说 你要我们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号码 对吗 对 就是你个人的人设来的 你的设定来的 你的定位 你的定位 老师喜欢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喜欢128 你们就放128 128 老师不要很难 128人家要找 对 我在电话看 很难 我讲就放888 可以吗 可以 啊 222都可以 啊 对可以 222是victory 啊 我们放22 别刷 嗯 这样子 所以好像到最后的时候 刚才 艾文老师那个也是很好 因为他是照着顺序的 所以刚刚半途进来的人 他也知道说 啊 现在已经大概到多少了 就是可能到8还是9 就已经差不多要完的意思 但是我这个的方法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人家进来他不知道我的直播是到哪里的 所以他们就会到半途来讲 他也是觉得OK的 我可能课程不一样啦 因为课程是跟着那个逻辑性走的 我的直播是很随性的讲话 所以如果你们交课程我觉得可以跟啊 就是艾文老师的从111开始 然后接下来就222 333 444 那如果听不是很明白 就不要给我55 给我4.5就好了 这样我就知道哦 其实你们还不是那么明白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啊 如果今天大家都收获满满的话 来个999 这样子 大家就999 飘起来咯 所以要给大家一种共同语言 大家是可以同时间做这个动作的 嗯 就这样子 好谢谢 我看我们需要做一个clash course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好这一场啦 我们这一场的目的呢 其实不是真正只是要做这四部歌堂 跟这个英文市场吧 我们真正希望是我们的四部歌堂 是接下来的中文市场 嗯 我们当然会一直acknowledge david 把 david 拉进来啦 因为他是主办商嘛 嗯 明白吗 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要 一个烟花放完就算了 所以说我等下要跟elman老师设计的东西 反而是怎样子把这个人拉到明年去 嗯 大家明白吗 嗯 简单来讲 如果是卖的话就卖一个年卡 嗯 卖一个年卡 一个yearly membership 对吗 对吗 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引流 你只要养好这一群的粉丝 你养好这一粉 嗯 我们都有料的嘛 这边都是很有料的老师全部 嗯 然后又是正派的老师都是有正面的价值观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大家一起合作 就这样子做法 Nikid你觉得如何 哦 可以啊 然后他是希望elman老师希望说 这一场呢 直接可以在整个中文市场里面 造成一个新势力 嗯 这个新势力呢 跟别人做的 现在最强的在市场里面 我们讲Kelvin Q OK 他的包装最美最好看 可是我们这边的老师的料也是很齐全 嗯 我们只要确保有些老师不要闷场就可以了 嗯 嗯 我们要顾到那些可能会闷场的老师 私底下我就会text啊 Micky讲哪一些老师可能会闷场 我不知道你明白是吧 他远讲的声音跟功力 跟他的PPT 跟他讲故事的能力 跟他到底教课的时候 他懂不懂说不要教太多 教一个重点 分裂成成为更深的几个部分 嗯 明白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个别train一些老师 但是目前来讲呢 嗯 所以我发现老师都是蛮ok的 只是有几个是比较technical的老师 所以如果在technical的老师 我们就要取巧了 所以 进行在找这个取巧的方法 就让这个老师 不用靠个人的能力 教这么辛苦 反而可能是MC来引导他就好了 嗯 就是 最多需要Micky来引导他 嗯 我可以讲 上次讲麦 我在4月的时候 帮几个老师卖的时候 他是比较闷的 嗯 我用我的影响力去帮忙他带动 嗯 可是呢 很看我的能力 嗯 这一场更难做 因为这一场是对外的 嗯 不认识我们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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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生狠 对 好吗 我们就讲完了吧 我们就大概这样子 我需要 谢谢大家时间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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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是三个颜色,黑色,白色,它的自己够大 因为它的荧幕是手机荧幕,不要忘记这一点 各位,为了手机而设计的版本 并不是为了电脑版本,这是手机版本的设计 所以颜色方面大概是三个颜色左右 这样子就够了,然后不要太花的颜色,所以我们 用的颜色都是比较,不会让人家眼睛看的时候很刺眼的 就比如说,红色是不可以放的 那我们通常是放这种,黄色也不会放,但是黄色 比较暗的黄色,好像这种比较金的黄色的话,比较勾到人家的注意力 所以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要多注意一下 叫那位老师不要做太多Animation,我其实是反对Animation的 为什么Animation拉到你presentation时间 你move fit in就好了,很快的,直接move fit in 对,对,对,对 你不要给他那种,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出来,bump 写到那种,对,对 千万不要这样子抓啊,还有啊 我们要帮我们看过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有一个QR,QC team 做我们的东西就是简单来讲,用很多icon 用icon,因为到时候它会出现在另外一半的萤幕 它不是拿到full screen的,所以它是拿到一半的screen 对吧,你说我们看 对对对对,没有错 对对对对,没有错 可以拿下吗 我们用icon会比较多 我们用icon会比较多 用一个icon还有字一句的重点来代替这个东西 还有号码这是重点来的 其余的里面的细腻的内容的话 这由老师的嘴巴来present出来 然后也是要用重点来present出来 所以是蛮考技巧性的 因为对方他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听你讲story Zero start from zero to end 他是要听重点的 所以在网络上一个人如果要听 你要抓着他的attention的话 其实三秒钟过他就会离开了的 所以你讲的东西要经常以重点来practice 以重点 所以不要担心你讲的东西人家听不懂 很多人听得懂的 要重点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同时在看这其他东西 对 这是讲的没有错的 我跟大家讲一样东西就是 我的经验就是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呢是来上我的课90分钟 是好像听myfm的方法的 打开了过后呢放在旁边 然后一边工作 一边听一边学习 that is ok 的没有问题的 至少他不是离开 至少他是要听你的东西 那你已经在他的心中已经成为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明星或者是他就是你的粉丝 这种粉丝呢是等着怎样如何去变现出来而已的 只是差这一步而已 所以重点就是简单 明白用icon来做example就好了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补充了 我就是最后一个补充了 我们记得以前我们在做copy writing 所交过一趟一个东西吗 ask them to believe one point 记得吗 记得那朵花吗 我问看 Micky啊 给我一些回应一下 你记得那朵花吗 记得那朵花 那朵花是中心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帮忙一下 check这些讲师们 你要他们整个观众 在你的时段完了之后 那朵花的中心是什么 只有一个重点吧 如果他摸点一个重点 我们讲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需要审查 对对对 就是说刚才Emman讲的很对 他讲leap and neck 就是leap and neck 这朵花都是leap and neck 没有其他东西的 because他是线上课程们 是对没有错没有错 大家明白吗 believe one thing only 一朵花就好了 各位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presentation里面 也是有提到这一点的 所以我一定很 中苗的技术来讲的话 我一定跟大家讲说 你今天学到的东西 只是在整个landing page里面的 那一滴而已 那如果你要完成它的话呢 你需要后面的很多东西 就打个比例这样子 所以我就拿example给大家看 你刚才学的东西 只是百分之这个的位置 那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还没有完成 所以你需要来我的这一堂课里面 来学到更加多来complete它 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个 对 这个我再重调回事 它的意思是说 你再回去 它的回去是 它要教你一个end result 这个end result呢 就是可以自动化成交 24小时 自动帮你找新顾客进来 那么关键第一步 是要做leap and neck 所以今天呢 我只能够在这个 一个小时期里面 跟你们讲 做leap and neck的关键 and做里面里面 我有三 我总共是有九个关键 我今天教你们三个关键 这三个关键里面呢 我会给你 每个关键都有三个例子 这三个例子里面呢 包含了 做对的两个例子 跟做错的一个例子 假如你们听到完的话 你们知道说 怎样是引流的秘诀 可是呢 我必须要坦白告诉你 因为要完成这套东西的话呢 你除了leap and neck之后呢 你还需要其他部分 那么今天大家都同意的话呢 我们就再给一个e1e 我们就马上开始 thank you go 然后等一下我就可以讲说 那有没有人想要学完整套了 Splinter concept 明白吗 各位 Clear 所以我们必须要 make sure 这些老师 不要try to 把他这一生的绝学 挤在一个小时里面 让人家每个人都听得懂 他有多厉害 没有用的 我也听不懂了 我只要听一个简单的部分 对吗 对 没有错 那我感觉这个老师很厉害 那我想要学他其他部分 对吗 对 所以你就修理我们看 他只是这个部分吗 对 没有错 他只是一个部分罢了 哪一个部分出来教就好了 那部分里面的那个重点就好了 那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我的吗 没有其他东西 之所以我需要micky帮忙 因为micky现在也是要成为讲师了嘛 我们也是要跟人讲一些秘诀 对不对 micky你跟我讲多年了 对不对 他的秘诀就是走深 不要走宽 秘诀就是不要贪 做准一个人 一个点 因为我们现在是很多老师一起配套来的 这个很多老师的配套 其实我也是打算说 如果你要话 我们也把你带进来 讲故事的能力 我希望说安排一个 因为钱不是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大家合作的 舒服的关系 我比如想要你讲你当年演讲的整个故事 你那个三分钟的演讲的故事 你讲多一遍 OK 然后你教我们 为什么故事这么重要 那我们可以帮你 搬进来是一个配套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可能钱分不到你 可能不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个付出而已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像我们有micky老师来 跟我们分享演讲的秘诀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就把你放在配套里面 像我昨天跟Jackie Faye老师讲 Jackie Faye老师很慷慨 她讲说 老师 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给你 我们也不打算一定要卖 我已经得到她的认同了 OK了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partner 就是说不是每样东西都是看钱的 是帮助一些人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 长远的long term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教这些老师们 这样子说 Don't go to too many points 我们要读过我们powerpoint 我们跟他要求说我们一定要看powerpoint 我们看powerpoint不是因为我要你要的actual 我要跟你讲你的东西适不适合得到效果 包括勇认包括顺测对吗 包括我自己本人的 我现在已经有idea了 我只教一个重点是人家最想要的 而且我们没有互相冲突的 比如说Edmond如果要交lipmanage 我就肯定不会碰lipmanage 我可能会把Edmond的lipmanage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什么叫tripwire 你明白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tripwire对不对 我就教tripwire order bomb的重要性 然后就把Iyong的software给人带进来 这样子他就整到对手就很难打你 对吗 然后Jacky会也跟我们配合吗 OK的 这一点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 今天我们主要来是 忽然间Edmond老师提起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很重要 那个老师如果不懂什么叫线上 是啊 到时候收视率会断了 对对对 是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Micky老师来帮忙 因为Micky老师已经完成了这个PK赛 他的经验是我们没有担心的 是需要Micky老师来帮忙 多做一个动作就是 帮忙 以一个比较软性的方法来辅导一些这些老师咯 来引导这些老师 因为有些老师有ego他可能不会接受的 对吗 这跟老师谈最难就是他们的ego 我会修改过我的PowerPoint 让他摸 摸照片 少文字 更少 我会尽量把我的PowerPoint 改成更多的照片 给它有故事性 是 你们记得学过MMC的时候 我放那些故事的吗 这样子的东西人家最喜欢听 Is that ok? Ok 谢谢大家 应该是没有了 谢谢大家 拜拜